這個第九章的經文 我也再次抱歉 我們這個handout只有中文沒有英文 因為很多的時候我們要翻譯成兩種語言 有時候的確是有點困難 同樣的我們的PowerPoint都是中文的 非常的抱歉 在我們大概應該是聖誕節之前 我們最後講到這個薩摩爾記第八章的地方 從第八章開始呢 可以說是薩摩爾記上最重要的篇幅 從這個時候 好戲從這個時候開始 在中文堂的時候我有分享 從薩摩爾記上第八章開始 我們從聖誕的裡面看到一個王權政治的一個 一個時代 一個新的時代的一個開始 在第八章之前 聖經的所有的記載 這個百姓的重心是以神為他們生活 他們侍奉他們爭戰 他們生命的重心是以這位偉大的神為他們生命的重心 因為這個以色列百姓他們看到外邦人是有王的 他們也想要有一個王來統治他們 我們看到薩摩爾在第八章的時候 他其實心裡是很有挫折感的 因為我們看到薩摩爾他在做事事的時候 他基本上已經把以色列帶到一個合一 而且健康回到上帝面前的一個時代的裡面 但是以色列百姓看他 他們不覺得薩摩爾像一個王的一種樣式 所以當以色列百姓跟他薩摩爾講說你兒子不行 然後我們現在要一個王的時候 薩摩爾其實他是很有挫折感的 所以他祷告耶華就跟他講說 他說你只管一重吧 因為他們不是厭棄你乃是厭棄我 不要我做他們的王 我們可以似乎可以感觸得到 上帝給薩摩爾一個安慰 你不要不要 take it for personal 他們是因為我的緣故不是因為你的緣故 最後第八章的結束的時候呢 耶華就對薩摩爾說你只管一重吧 聽從他們的話為他們立一個王 第九章呢就是這個王要出現的時候 這個當然我們都知道接著就是薩摩爾這個扫羅 薩摩爾就開始準備要出現 我覺得我們在看薩摩的時候 特別在看這一兩章的時候 我們今天第九章十章 下禮拜第十章結束 我覺得我們在看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薩摩爾後來怎麼樣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能每一個人都有先路為主的觀念啊 我們都認為薩摩爾是一個壞的王 但是我們可以這樣講啊 很多的時候啊 當我們還年輕的時候 我們還沒有得到政權的時候 我們還很單純的時候 我們我們人都是非常的謙虛敬畏 而且呢我們也聽從 我們可以說這個 當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還沒有達到的位置 我們都在這種程度很蠻 非常敬虛 非常敬虛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在看這個經文的時候啊 我們先要把我們對薩摩的成見啊 先把它放下一點 我相信一件事情 我們很多人也會問一個問題 上帝是不是選錯了薩摩爾做王的事情 我的答案是沒有 上帝沒有選錯薩摩爾 你知道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問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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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很明顯 是我們每一個人都不需要認識到我們的罪惡 我們的軟弱 跟我們的驕傲 在我們人生成長的這個過程 侍奉的經歷的裡面 其實很多的時候 扫羅的失敗 是我們的失敗 所以我們若是先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我們來看第九章 神怎麼來帶領這一位他所選招的扫羅 漸漸的從一個平凡的人 而成為一個上帝所使用的一個君王 這樣的話我們才對扫羅比較公平 所以我們必須要接觸這個 是我們必須要看沙羅 像是他一個平常的人 而他成為了這麼多的幸運 那是為了他擁有了他 所以我們不把他評論 這一段的經文呢 我把它分為這三段 扫羅他的出生 他的家世 然後呢 他非偶然的奇遇 等一下我們也會分享到 我們每一個人生命非偶然的奇遇 最後呢 非常重要的是 這是薩摩爾他的成人之美的這個態度 成人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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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我們看 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 扫羅呢 他出生是在這個 這個淵雅米的這個師派領域 Most of us know that Saul was born in the tribe of Benjamin 神經常說呢 他前面第九章就介紹他的父親 他們的家族 特別是他的父親呢 說他的父親呢 是一個大能的勇士 他已經幫我翻譯了 我還沒講他就先講了 他家呢 是一個我們從聖經裡面來看的呢 聖經說他是一個大能的勇士 同時呢 他們家是一個財主 有錢的人家 聖經特別用這樣子的一個描述呢 其實多多少少 有點像我們中國人的一個說法 我們中國人說 龍生龍啊 鳳生鳳 老鼠生的兒子啊 會打動啊 OK 中國人說 雲開始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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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時候 你個人的出生啊 我們不可否認的一件事情 上帝藉著你所出生的家庭 很多的時候 家庭的影響力啊 是造成我們自己本身的 這個禮拜三我們長老牧師在吃飯 在討論教會的事的時候 我們的豬牧師啊 拿一張照片出來啊 然後呢 他就把這張照片呢 傳給我們大家看啊 這張照片 我們第一個看到的是 旁邊站著一個美綠的美國女孩子 對不對 然後呢 中間 另外旁邊呢 中間 我們先講中間 中間的人比較中 中間啊 中華民國 台灣的現在的總統 然後呢 旁邊呢 是我們豬牧師的媽媽 我們盼望龍生龍啊 鳳生鳳啊 很多的時候 我們不可否認的 上帝讓我們所生的家庭 這個家庭的影響 是我們生命影響最關鍵的部分 上帝之所以選招少羅的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他必須要成為一個勇士 在我們剛剛所讀的經文裡面 第九章的十六節 上帝告訴薩摩爾說 我今天就是會選這個人啊 是因為他要救我的名 脫離以色列人的手 因我名的哀聲上達於我 我就眷顧了他 我們不可否認的一件事情 扫羅在以色列的歷史裡面 他是一個勇士 他是一個為了神 也為了以色列國健全健康 而且聯合的原因 這個是上帝選扫羅的原因 而我們在看這個 這個以色列的歷史裡面 扫羅說實在的 他是一個終於上帝所給他託付的 這一位國王 上次我也提到 我們看以色列的這個王室的裡面 其實大衛的王室的醜聞啊 是比比皆實啊 很多這個王室的醜聞 但是你在看扫羅做王的四十年沒有醜聞 他為了以色列聯合的緣故 他有好幾次的戰爭是他親自出馬打仗 以某個角度來講 他是承接了上帝所給他的使命 他最後也死於上帝所給他的託付 我剛剛問說上帝有沒有選錯人啊 其實從這一點的角度來看 上帝沒有選錯人 然後我們知道事實上當時候的這個 編亞民支派他們是一個很 可以說是一個小的一個支派 因為在四十記的十九章到二十一章 他剛剛有特別記載為什麼他們這個支派呢 變成一個很小很軟弱的一個支派 然而扫羅自己似乎也因為知道他們這個支派過去的事情 在他的心裡面多多少少他有一個自卑的一個心 所以在剛剛我們所讀的第二十節的地方 當這個撒末跟他講說 以色列所仰慕的豈不是你家嗎你的家族嗎 扫羅說奇怪我們是最小的怎麼會仰望我們呢 因為某個角度來講 扫羅在這個時候知道他自己是一個卑微的人 很多的時候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 換句話你問一個問題 扫羅這個時候 Who am I 我是誰啊 上帝可以選擇我這個平凡的人 要作為他的工具 這個是扫羅開始的時候他的情緒 當然啊 自卑有的時候更謙虛啊 有的時候中間就是這麼一條線 好 我們就看到他們家因為很有錢 結果他們家的驴啊 有幾條驴啊就搞丟了 聖經上也沒有記載為什麼他會搞丟的啦 接著下來呢 聖經的記載呢就是一些很偶然的事情的發生 但是這些偶然的事情的發生呢 卻帶領著扫羅漸漸地走向了上帝所要呼召他 選召他成為國王的這個經驗 但是一個重要的事件是 在這個故事上是 有很多的似乎的事件 在這些事件中發生的事件 其實被解決於聖經的事件 當然我意思是一個 聖經上描寫這個扫羅他是人高馬大 他這個是比一般的人要高過一個頭 聖經也提到 藉著因為這樣他身材的俊美 也是一個勇士的一個特點 然後呢 故事就從找這個鯉啊開始 今天想要你們家的鯉搞丟啊 你會怎麼去找他 假如人家有鯉的話 假如人家有鯉的話 有一次我們去芝加哥帶著我們聖門館團契的這個弟兄姐妹啊去芝加哥玩呢 結果我們有一位老姊妹啊我們的… 我那是我們在高校裡 我沒有說高校裡 我們曹媽媽就搞丟了 我沒有說高校裡 我沒有說高校裡 我們曹媽媽就搞丟了 我們曹媽媽搞丟了 你知道你搞丟在芝加哥這麼大的城市啊哪裡去找啊 还好我们曹先生很聪明 也感谢现在的技术 GPS你在哪里都可以找得到 但是在扫罗的时候没有GPS 你看扫罗去找这个驴 其实他非常用心地去找这个驴 我特别把这个图把它画出来 这个网上可以查得到的 你可以从这个基比亚 他是他们的家 你看他往上面绕了好大一圈 然后没找到 然后又往西又往下走 最后又回到变雅明 然后呢 当然最后的故事呢 回到这个拉玛 就是这个撒末住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扫罗是非常忠于 他父亲所交给他的这个责任 耶稣圣经也告诉我们 一个非常好见一件事情 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若是在小事上中心 他才会在大事上中心 以某个角度来讲 当扫罗开始的时候 他这么小的事情 找个驴啊 他花了这么大的精神去找他 可以看得出这个人 这个人其实办事啊 是非常的用力的 用心的 尽心尽心尽力的 然后当他找不到的时候啊 他知道他已经离开家很久了 这个父亲在家里啊 一定会担心他 所以第五节的地方呢 第九章第五节 他说哎呀 我们这个花了这么多时间 找不到啊 我们要不要回家去 然后呢 他的仆人啊 仆人倒是蛮有意见的 所以仆人跟他讲说 哎你知道吗 这里有一个人啊 叫仙剑 我们或许 叫做神人啊 我们或许去问他呢 可以找得出答案 但是你从圣经的对话里面呢 师父看出来 扫罗对撒摩尔 这么伟大的这个祭司 这么伟大的以色列的这个领袖 一无所知 甚至呢 这个仆人跟他讲说 这个我们要带钱去 带这个礼物去拜 去见这个神人的时候 这个扫罗 哎呀 我身上你钱都没有 一无所有 然后他的仆人说 哎 没关系 你没钱 我有钱 我带你去好了 扫罗 扫罗没有找到驴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过程 驴没有找到 所以他却找到了上帝要为他这个王位 直接就要扫罗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稍微解释一下 在圣经里面用这个先知 或者是先见 这个字呢 基本上在圣经呢 有三个字 因为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圣经呢 他也有注解 所以以前的人呢 叫先见 现在的人叫先知 所以明显 这个他们用的名字呢 名词就是这样 然后呢 在撒末尔这个历代字上 第29章的时候 这三个字啊 同时出现在一节的经文 这三个字呢 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呢 都有用到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 撑这个撒末尔叫先见 叫ra'a这个字 这个中文呢 翻译得非常好 把它翻译到先见 他是先看见 他是有眼见 seer 他看到这个vision 有眼见 这个人呢 是有一个意象的 通常很多的时候 他们在神给他们的 这个启示的当中 看见了神给他们的这个vision 撒末尔就是这个先见里面的一个代表 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呢 事实上大宣知或小宣知 我们通常就用这个prophet这个词 就是navi这个词 这个呢 这个呢是指一个人呢 他被上帝所拆派去宣告上帝的信息的人 这个人通常也有一种未卜先知的这种意味 在撒末尔记的时候 在撒末尔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甚至撒末尔他有训练一些人 他们成为所谓的先知的人 而我们在旧约里面 比较多的看到的 无论是大先知或是小先知 所指的呢 都是这个传着去宣扬上帝信息的 很多的时候这些人呢 他们能够借着上帝给他们的启示呢 他们能够预测或者是宣告将来要临到的这些事情 像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啊 耶利米啊 这些人他们都是所谓的先知就是navi 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呢 把第三个名称呢把它翻译成先觉 这个字 And for the third off the Chinese translated as sensing something beforehand for seeing 就是他可以先看到 for sight 这个希伯来人叫 这些人呢 他们是在时代的里面 他们却可以呢 他们是关心这个世代灵命生命的 他们可以感触到这个世界的痛苦 同时呢 他们对这个世界是有情感的一群人 他们很多的时候对社会的罪恶发出上帝的警告 而很多的时候这个先觉的人 上帝是用他们自己个人的生命去体会上帝怎么样的来看这个事 所以圣经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何西亚 上帝要他去娶一个淫妇 我们前面曾经在讲先知诗的事 And you remember the story of Hosea God commanded him to marry a prostitute 而他可以感触到那个淫妇 废弃他的时候 好像上帝感触的那个痛苦 以色列百姓废弃神的那个痛苦 而这三个先知啊 我们祷告我们今天在做的弟兄姐妹 或许上帝可以托付你先见 先知 或者是先觉的 有个意象很贵担 很迷我的神 I pray that you of all of us sitting here we could be like the seer the prophet or the force item of God's faith 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回到撒末 这一段经文其实我个人觉得最宝贵 接下来萨摩尔怎么样来看扫罗的事 这个我用这个 萨摩尔的成人之美的心态 I want to use the Samuel how Samuel's beautiful life impacted others 刚刚我们开始有提到 其实萨摩尔 萨摩尔他不愿意立网 他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但是呢 上帝在他的耳中 这个中文的声音讲 就是说耶华已经指示萨摩 这个原文的意思啊 是上帝在他的耳中已经告诉他了 所以呢 当这个扫罗出现在萨摩的时候 然后其实萨摩尔自己心里面 上帝已经预备好了 所以你看当这个扫罗 他说他要找这个仙剑 刚刚我们读到的时候 然后在这个第十八节的地方 这个扫罗 这个扫罗 这个扫罗啊 已经在那里等着 因为看着这一位 上帝所要立的这位王啊 他已经准备好自己的接待 所以当扫罗出现在 在撒罗面前的时候 他第一个讲 接待扫罗 他说今天啊 你跟于我 要一同坐一起吃饭 然后呢 等明天 我再送一遍 这个中文的圣经 接着下来 还有一句话说 我要将你心里的事啊 告诉你 这个扫罗我想 他听到这句话 可能也会觉得很奇怪 哇 别人上帝 别人来告诉我 我心里的事情 这个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接着呢 我们看到萨摩尔 他就肯定 扫罗他的出生 他的家世 让我们稍微提过 当然我们提到 扫罗这个时候 是谦虚的一个 也可能在他的心里 也是一个自卑 到底我是谁 我今天他人生的遭遇 说实在的 我们从这个时候看到 少一点都不明白 他在上帝手中 神所要为他计划的 接下来作为以色列王的 这件事 他就是 上帝 当中的 然而薩摩尔真的是有一個成人之美的心態 來接納這位年輕人 他怎麼樣抬舉扫羅呢 這個陌生人嘛 對不對 他基本上原來是要來找鯉的人啊 對不對 根本從來也沒有見過的人 但是呢 他現在請他做上位 在我們聖經裡面看到 其實薩摩尔真的他用心良苦啊 他特別這個祖父 這個廚房 那塊肉啊 昨天晚上特別準備好的肉 今天拿出來了 是要給上賓的人來吃這塊肉 然後你也看到薩摩尔 go out out 去邀請薩摩尔 我相信那天晚上當然啦 山里長老應該很有經驗啊 傳道人到你家啊 那天晚上到底講什麼事情啊 但不單如此啊 你看薩摩尔 他在清早的時候啊 一大早 清早起來 黎明的時候 薩摩尔在房頂上 薩摩尔叫他起床 把他叫起來 所以說真的 薩摩尔一點不知道這一天要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薩摩尔已經準備好了 這天要告薩摩尔成為以色列的王 第一次告他 而你知道薩摩尔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看他的安排 他所做的步驟 他是真正的 是願意順服上帝的旨意 來尊重這個平凡的人 而讓這個平凡的人 是在人跟上帝的面前 成為一個重用的這個器 你能看到所有細節的整理 那薩摩尔在做的 你能看到薩摩尔在做的 薩摩尔在做的一切 他在做的力量 他在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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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的時候 不知道在你我的人生的過程當中 當你看到一個年輕的後代的人 一個年輕的弟兄 年輕的姐妹 你是不是也有一個心胸 也有一個成人之妹 在這個地方 薩摩尔高利少羅 這件事情 可以說也改變了歷史 在之前所有的高利只有在祭司的身上 而在這個刹那的時候 事實上薩摩尔也對以色的歷史跨進了一個新的歷史的將近 軍王將要代替祭司成為以色列的領袖 然後薩摩尔的成人之美 其實更偉大 當我在讀這一段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薩摩尔的心胸 真的是一個寬廣的一個心胸 你知不知道另外一件事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當我在讀這篇文 我真的被刺激了 我對薩摩尔的心胸最大 那麼的清楚的成全 以至於少羅 這個籠統無知的人 這個平凡的人 他真正的看到 上帝對他的選招 是這麼的真實 第一個在拉結的墳墓 有人會告訴你 魚已經找到了 你不用擔心了 你最掛心的魚的事情 已經解決了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爸爸擔心你的這件事情 別擔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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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 這個薩摩告訴他 你到了塔伯山的地方 你會碰到三個人 不是四個人 三個人 很準確的三個人 然後每一個人呢 一個人帶三隻羊 一個人帶著三個餅 一個人帶著一太的酒 你看 他還沒有要發生的事情 薩摩就已經先告訴他 而且是這麼的詳細 然後呢 他們還會給你兩個餅 不多不少 你知道嗎 假如今天你是薩摩 假如今天是少多的話 一鍵到了這個垃圾的墳墓 有人告訴你 不用擔心你想 可能偶然吧 可能是 可能偶然吧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心裡會害怕的 你會給你一個人 不單是心裡害怕 等到第三件事情 再發生的時候 这个扫罗跟他讲 这萨摩尔跟他讲 你会到了这个菲利斯人的兵房的边 然后呢会有碰到一群先知 然后呢他们还击鼓跳舞 然后呢 你还会被圣灵充满 哇 这个不是偶然 当然其中有一个极假的预言 等到十三章的时候才会出现 这段故事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一个 今天对你我基督徒 我们人生的所有的事情 我们可以这样讲 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发生 今天你为什么来比较习惯来念书 为什么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说实在的 我也真不知道我为什么来秀乌 今天我们来留学 我们就投这个成绩单 考托福等等 什么地方不去来美国 君与长老为什么来美国 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将来 但是上帝看到我们的将来 上帝验证你来到Milwaukee 叫新月圈 上帝要张飞跟皇位来到Milwaukee结婚 过两天要生一个baby 今天我们很多的人 之所以人生的遭遇 你所娶的太太 你所生的儿女 你所做的工作 今天Jeff为什么来这里 因为上帝看到你的将来 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 是在上帝的手上 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觉得 我们自己在掌握我们的人生 但是你今天所遇见的弟兄姐妹 你今天所做的事情 没有一件事 特别是你今天所遇见的人 我们看到 扫罗根本不知道 他要遇见撒摩 然而撒摩尔有一个生命 影响生命 成人之美 的一个人生的谈 因为上帝要你接着认识了 扫罗根本不知道 我记得下来要认识谁 但是因为 因为卡比特里的小孩子 所以扫罗根本成为主的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需要影响生命 扫罗根本用他的生命 他真的是有一个成人之美的一个人 当他看到这个陌生 又隆懂无知 你看在街上 撒末我在想 我又在想 撒末在街上看这个年轻人 上帝所要高的这个王 走到他的面前的时候 撒末怎么样看这个人 他就知道 我要成全这个上帝所要求 优优独播放 你看看你坐在你旁邊的地上前面 有沒有哪一位是你願意成為他的上人 你願意成全上帝在他的人生是藉著你可以幫助他 你可以投資你的生命在他的生命 讓他也可以成為一個耶穌基督的名字 很多時候我們大多數的人我們就想到我們自己的需要 而上帝在你的生命當中所擺上的盼望 你的生命是可以影響他們的生命 我個人認為生命最價值的投資不是今天你在市場所放的錢 而是當你願意把你的投資投資在那個一個人的生命的裡面 你會發現那個是一個最有價值的投資 今天教會用這個生命影響生命作為這個我們事工的主 我願意祷告我們神中華基督教會真的是這個生命 你的生命可以成為別人生命的影響 I really pray that you could be a life impact in the lives of others 剛剛早上我們幾個牧師一起祷告的時候 我們這樣講過去過去我們都有失敗 我們過去我們都有軟弱 我們過去很多的事工我們做的不夠好 沒有關係 今天上帝給我們新的一年 今天是2018年的第一個 看望在這個新的一年 我們有新的生命 我們有新的意向 我們有新的使命 我們領受神的生命 讓你的生命 在這新的一年 是一個不一樣的一年 We pray that you know in this new year you can have a new beginning a new vision 很多的時候 我們每一年盼望 我們都有新的 新的意向 而今年我們盼望 你的生命 會成為別人生命的事 Every year we have a new vision I hope that this vision this year is that your desire is that you can impact the life of someone else 以至於平凡的你 可以成為一個非凡的一個人 so that a average of you become from ordinary to extraordinary 我們一起禱告 所以我們感謝你 當我們在看你的話語的時候 當我們仔細的來思想的時候 Lord as we look at your word as we study your word 我們實在明白你的話語真的是生命 不是一個白紙黑字而已 Lord we thank you that your word is light is just not ink on paper 我們真的是願意禱告 我們是一個平凡的人 然後當我們願意把我們的主權 交在你的手中 Lord that we think we just pray for ourselves that we are ordinary people that as ordinary people like us as we put a place our lives people live 然後我們知道 你看見的我們 不是一個平凡的人 你為我們每一個人 死在十字架上 你為我們 重價地買出我們 所以你更從實力復活 讓我們有永生的確訊 Lord that you would take the ordinary of us Lord and give your grace by the power of your death and resurrection that you would make us your Israel 對啊 因為你改變了我們的平凡 以及讓我們成為神的兒女 我們也與王子同做 這個是一個不同非凡的一個人生 Lord because you took the ordinary of us and in Christ changed us in person's status of kings that we are no longer ordinary 所謂我們祷告 讓我們真的是每一個人 在這新的一年 我們可以活出耶穌基督 那非凡不同凡響的人生命 但我們每一個人都生命 Lord we just pray that you would help us to follow Christ to live a superb life before you and that we would do the same in us 我們將祷告 我們卡在這新的禮物圈 我們祈祈祷 拜託,祂寺,祈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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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禮